Google表單大家大部分都應該用過 可是呢 在應該是去年 他有把Google表單增加一個功能 就是測驗 那以前也有 可是沒有極測極頻 所以我現在 讓各位試看看好不好 你在這個Google服務這個任務裡面 你找到第四個 有沒有測驗demo 裡面有兩題 請你回答一下 極測極頻喔 兩題100分嘛 所以一題50分喔 有沒有過一番兩正年喔 因為錯一題就 要被當掉了嘛 第一題 是 以下哪些味道 不是舌頭上的味蕾 可以感覺得到的 酸、苦、乾、鮮、鹹、辣 哪一個 單選題 第二題 第二題 胃不舒服 舒服的時候 可以吃以下哪些食物 複選題 請你好的按提交 我們已經23位回答完 各位你剛回答完的時候 有沒有馬上評分 你答對的 跟答錯的 有沒有發現下面還有超連結跟說明 第一題 第一題的話 答對跟答錯 我會給你不一樣的 內容 第二題 答錯 我會告訴你 答案在哪裡 呵呵呵 答對就不用講 所以你看我這邊 你看我們接受23個 這是摘要24個 你來看一下 深入分析有沒有 答題 得分 100分 什麼 怎麼這麼淒慘 我們先看一下 哪些味道不是 不是喔 烤不是喔 我是單選題 辣味啊 14位答對啦 這幾位同學 會答苦味的這位同學 你國小要重修一下 答鮮味還可以 還勉勉強強可以接受 但是鮮味 其實鮮味是日本人提出來的吧 但是呢 鮮味就是類似所謂的那個什麼 我們講的鮮味 很淡的鮮味 對啦 超粗 所以如果你有用過 像味精啊 有沒有 或是什麼 提味大師啊 你可以聞看看 就還沒加到菜之前聞看看 它是有點像魚的那種腥味 一點點 好 辣味是痛絕好嗎 所以你看這個 你看我的問題 在這邊喔 這個 點到它 我在這邊 編輯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看這有個答案有沒有 點開 你會發現 我可以設一下這一題多少分 對不對 再往下走 有沒有發現我有寫正確的答案 跟錯誤的答案 是不是都可以給它 而且可以給它超連結 對 這樣是不是 不只是 知道說 對 幾分 而且還怎麼樣 可以有參考的吧 好那 第二題呢 第二題請問 餵不舒服 餵不舒服 到底哪些東西可以吃 你要知道 如果會有這一種的 一定是這一個嘛 餵不舒服的時候吃稀飯 你們一定是電視劇看太多了喔 因為你都看電視或電影都演 有沒有 有人受傷住院就拿個稀飯去看他 我跟你講 這種朋友不要嬌 他在害你 因為稀飯裡面水分比較多 餵不舒服了 你又給他那麼多水分 他更難消化好嗎 牛奶 竟然有八位同學喜歡吃 餵不舒服喝牛奶 你絕對馬上有感覺 胃酸馬上就更多 那麵包因為他是發酵的 所以當然也不行 這樣了解吧 粽子不用講嘛 沒有人選他 有人選他我就要懷疑他了 因為他是做米的 是那個黏性比較夠 所以粽子啊 那個什麼 我們的那個 飯糰啊 是不是都是用糯米做的 那種都不適合啦 所以 你真的胃不舒服 還是要吃 比較乾的飯 但是不要太乾 因為太乾胃會痛嘛 所以你就是 軟硬適中 但是水分真的不要像稀飯那麼多 這樣了解齁 這長 有一點姿勢這樣也很好嘛 所以 這個是我們現在 就是Google 新增加的 這種叫測驗 所以呢 你要怎麽做 就是在 你設定問題的時候 在右上角這個齒輪 因為平常那個沒有 打勾 你在齒輪這邊 有沒有發現 這裡有叫測驗 你把它勾起來 這樣你就可以選擇 我到底是要不要馬上公佈 還是 手動批閱之後一起公佈 像這樣子 要不要讓他看答對答錯 這些你都可以設定 這樣清楚了吧 所以如果你希望來個極測極頻的話 現在用Google 表單就可以馬上做到 這樣OK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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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